你會看到他的表情 會逐漸舞湯 哈囉阿蘭大家好我是小葉 歡迎回來小葉的OCGNO ING的教學 那今天火箭版更新了 更新之後我發現 地圖變得更順了 不知道他這一次更新有沒有做一些優化啦 那我整體跑起來 真的是比起以前順很多 那現在看起來這麼多動物都是超順的有沒有 那隨便點一個小人 也是很順的啦 你有沒有見到太卡 所以這次改動應該多少有做一些 遊戲的優化吧 不然不知道為什麼會變得那麼順 本來我的地圖已經有一點點卡卡的了 那這樣我這張地圖玩下去就 更有可能性了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版本我會繼續用這張地圖喔 那唯一的缺點就只是 沒辦法在底下挖到那個跨石了 嗯那這個也沒差 那新出的礦物可以在這裡挖到啦 那你挖完之後可以帶回去 放在那個 岩石粉碎機裡面把它敲成那個 石灰 大概好像是 100千顆只能敲出5000顆吧 所以也沒有太多 那另外那95千顆就是 橙汁岩這樣子啦 反正我這張地圖玩到很後期了 那個鋼鐵也沒有太缺啦 我看一下我鋼鐵量的話 現在還有3000多啊 對啊所以 不太缺鋼鐵 我們只要把岩石衝出來 就可以玩火箭了 那新的內容呢 需要更高階的科技解鎖啊 它科技的部分新增了一個 這好像是望遠鏡之類的 反正它要看著太空去研究 類似啦 然後它也要供應 氧氣 需要消耗玻璃 然後一條氣體管 電力這樣子啦 那它的建築需求還蠻難的 因為它要蓋在一個可以看到太空的地方 比如說這邊啦 像我如果蓋在這邊 你會發現上面這邊有擋住 可能都沒辦法 它擋住的視線呢 是這樣子的 你研究這樣蓋下去之後呢 它要偵測的範圍呢 並不一定是這邊啦 如果 如果你這邊沒有東西 那個隕石敲下來都壞掉嘛 所以它也沒有這樣設計 你上面是可以放東西的 頂端可以放一些防暴磚 來保護它 它要偵測的太空呢 最多最多只能蓋在這邊 它能偵測的範圍 如果再超過的話 它就沒辦法偵測了 所以 我們只要在它上方有一部分有頂 保護一下就好了 這樣讓它可以偵測到這邊 這邊偵測到太空 這樣它就可以研究了 然後這研究站還蠻麻煩的啦 那我這邊都不用蓋這個了 因為我上方就有這個了嘛 應該是可以保護得到啦 斜角應該沒有太大的機會吧 反正它這邊是可以研究的啦 再來就是要拉一些電線 電線我這邊用太空的好了 然後管線 氣管 這氧氣管就麻煩了 要從這邊拉到生活區裡面 或是我在這邊做一個長氧也可以 不過我生活區已經有氧氣管了 所以我就直接拉下去吧 好了大概接了一下 生活區的氧氣管 那從這邊帶上去這台 新的研究站 裡面要氧氣我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我來到這邊 小燕已經穿太空衣了 不過它需要之後 沒辦法就只好供應了 那之後它還需要玻璃那些 它研究的時候就會慢慢輸進來 不只是要一台這個啦 因為新的研究科技 它還需要基層的解鎖 低階的解鎖還是需要的 所以還要蓋兩台普通的研究站 我們找一個有多餘電力的地方 來蓋一下好了 那這邊拉過來用一下 敲直電腦跟那個普通的 之後就要分配一下研究人員的工作了 那等他們蓋完了 就可以開始研究了 那這邊就需要等一段大的時間 因為這條管線還蠻遠的啦 之後 這次改動呢 有一個地方我覺得 改的蠻慘的啦 這個改動是光源沒辦法透過那個太陽冷板 以前那個光可以透下去嗎 所以我蓋了六層 那個時候蓋六層 六層都會發電 可是它現在改成光源沒辦法透下去 所以只有最上面這一層有在發電 那這個改動我覺得 影響蠻大的 因為還蠻多人以前是這樣蓋 然後用這些墊來做生活區的用墊 還好我沒有接到生活區了 不然我現在就缺墊了 那這個改動的話 我們就只能一層 就只能蓋一層太陽冷板 那我太空 把它蓋完還是有很多墊可以用的啦 那另外有一個小改動是污水 污水它改成跟水的比熱是一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污水轉換成水的過程呢 以前會吃掉一點點的熱力 可是現在已經不會吃了 如果你本來有在用這類似的方式去做降溫的話 它的效率會大大減少啦 不過污水還是降溫的好材料啦 因為它的氣化點是119.4 比起水的話要超出20度C 所以還是會選擇用它啦 那新增的部分就是一些儲存箱啊 液體儲存、氣體儲存 那這個不需要第三階的研究 它只需要頭兩階就可以了 所以你前階可以衝出來 可是有點不划算的是液體存放這個 它只能放5公噸啦 5公噸可是用的是6格 我不知道有沒有改動 β的時候是6格 那6格正常來說會放6公噸的水啦 可是它只能放5公噸 所以我覺得有點不划算 不過氣體那個就不錯 氣體那個好像可以放個150千 呃 那這個出現的話 就有可能以後會把高壓排氣改掉了 可是目前高壓排氣高壓排水還是能用 呃 這壞掉是管線而已 沒有壞掉放心 可能這個版本不改 可能以後的版本會改啦 這個都不知道啦 呃 畢竟當初 一面冷卻改動的時候呢 它是先出那個冷水機 出了冷水機 兩三個版本之後 穩定了 這冷水機穩定能用了 它就把一面冷卻改掉 有可能現在是讓你先測試啦 這兩個 能不能夠穩定用 不過我覺得5公噸真的是太少了 希望它以後會增加一點啦 至少來個6公噸啦 對不對 好了這邊氧氣管已經接好了 那 它會順著這邊 把氧氣帶上來這個 炎作戰吧 那這邊炎作戰 你會發現 都沒有標示什麼 紅色的符號啦 就是沒問題啦 那這個只是說沒有選擇研究而已啦 所以現在選擇新的研究項目 那這版本新增的研究項目 就只有這4個 1 2 3 4 那有一些新的東西 有包含在以前的研究裡面啦 以前你有研究這個隕石探測的話 就會順帶把這兩個一起研究 所以這個你不要額外沿著 那這兩個特別的就需要這個升級的 第三節的研究戰 就是這個啦 OK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來 等他們研究了 在等研究的過程 我們也可以玩一下這個新的 設備 這是用來訓練小人的 新的幾頁啦 新的幾頁可以在這邊找到 他們要提升這個幾頁的話 就需要用這個 那這個它還要是5個欸 4格一層的話沒有辦法蓋 所以以後再開一張新的地圖呢 就可能會 保留一層是5格 那這邊我就只好 把這些拆一拆啦 拆個5格 應該就夠了吧 為什麼要 喔 剛好就是 唉 它拆的話最多人拆最外面兩個 所以像這邊這個它就沒辦法拆了 要重新蓋這個 這個要慢慢拆了 從裡面 往外面拆 OK 那這個應該可以蓋了吧 蓋一下這個 然後把電信也拉過來 然後就可以去分配一下 工作 這些都在學習科學家 來 那就一起升上來吧 現在研究人員真的是要全部都升了 因為你要讓它上太空的話 就一定要 學這個科學家 所以我現在科學家只有兩位喔 只有他們兩個 欸沒有喔 這只有哈山喔 那個 它應該沒有學到太空人啦 那就沒辦法了 走哈山過來吧 那這樣蓋完之後 就等哈山過來了 訓練的部分它沒有一個新的優先 是研究嗎 好像也不算是研究 不過有趣了 有趣了 大概就是這樣啦 你會看到它的 表情 會 逐漸舞湯 呵呵 一開始上來是很開心的作者 呵呵呵 然後就很驚狂 再來就是張大口 然後就一直在這邊轉啦 現在我是一倍數啦 三倍數的話會轉得更厲害 呵呵呵 然後 debug的速度就更可怕了 讓它在上面轉了 就可以提升這邊 新的職業啦 新的職業是25的品質需求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帽子是那個 清潔工的帽子 太可憐了吧 呵呵 好 就很像這樣讓它在這邊轉啦 它會轉到 餓就會去吃 想去廁所就會去 休息就會休息 這樣可以不用管它 那太空的部分 看一下有沒有人去 應該是 啊 被敲壞了 哇 這樣也可以敲中啊 這邊做一層防暴 確保一下這裡不會壞掉 敲壞也很麻煩 特別是那些風跨沙 是固體狀態 丟下來的話 這個整台機器都會壞掉啦 好了 這邊呢 已經有一位 進來研究了 那是我分配的科學家啦 他在這邊 這只是 只是在看喔 那圖像看起來 那個望遠鏡是在這邊啦 可是 就算你這邊有磚塊擋住 他還是可以研究的啦 那他這邊說 人間度低啦 人間度就只有 27%啦 那一來就是因為 我上面這邊擋住 也是沒辦法啦 因為 他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玻璃也會擋住人間度啦 所以 你沒辦法 像這邊 做一層玻璃 然後吃沙子 然後解決那個隕石 所以 這邊也沒辦法打開啦 對 也只好 人間度低 至少可以保護他 那你可以 讓他裸裝在外面啦 蓋在外面 那個隕石跳下來也是麻煩 後面要處理 所以就自己取捨一下吧 到底要 危險一點的還是 安全一點 可是效率慢一點的 那現在他應該效率是滿滿的啦 那我剛 蓋 蓋這個 跟不蓋這個 這一層喔 那個人間度都是27 因為 這邊都已經擋住了 他只能偵測這邊的範圍 那這邊也只是 順帶蓋一下 希望可以保護一下啦 那這個訓練的機器呢 就是你到了後期 你的小人都很閒的時候 那當然你沒有養這麼多動物 你的小人不會這麼忙的啦 我現在小人很忙 主要是 養的動物很多 那你後期啦 如果小人都空出來 不一定要讓他們去養動物 我們讓他來這邊跑步 那這個 一台他需要用的電力是480啦 那可以搭配兩個人力發電在旁邊 OK 這樣了 我就可以 兩個小人在這邊踩輪子 一個在這邊轉 一個在這邊轉 那這邊用的電圈都是人力喔 雖然是480 兩個是800 有點浪費啦 可是你後期啊 新增的小人啊 你可以直接讓他 優先操作 優先操作 然後讓他過來這邊跑 邊跑邊加那個體能對不對 反正 新加進來的小人 他們都是體力超差的 你讓他穿太空服出去 也是浪費 所以就先過來這邊 新的小人身體冷 然後 那些老的小人來生這個太空冷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那研究的部分呢 已經有提升1啦 就有提升到啦 就等他慢慢研究吧 這個不急啦 不急啦 那這部分 我就自己私底下玩了 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忙按個讚 如果想看我做出了更多 NC NO IN酷的教學的話 也可以訂閱我 或者是有什麼想法不能的地方 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是小野 我們下一次再見